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去年F7也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最重要的是场长已经有意识的开始隐退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州计赛还是刚刚结束的亚军会 场长都是没有很积极的意思 这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年了 场长在不断的训练自己 想要赌得自己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冠军 而场长虽然竞技状态一直都可以 但是无奈队友似乎不太给力 所以现在正在努力与队员练习配合 争取在S8上打出最好的成绩 去年说真的场长发挥不错 没有槽点 但是不知道体系还是什么原因 导致上路成为了短板 阿光成功的背上了一口锅 而今年的亚运会对于场长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因为参加亚运会要消耗很多的时间 而且明显的香锅与优劣爱的配合更好一些 场长去了之后不一定能够与他们配合完善 而且比赛实力之后很有可能被网友彻底爆破 这对场长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场长现在已经不和UVI真高低了 只想夺得冠军之后退役 估计以后也没有再发展这意思了 实际上场长也是有些累了 他的职业生涯很精彩 他的实力一直都不容忽视 但是明显的更加的久稳了 在去年没有打入八桥 对于场长的打击是很大的 现在的场长不断的训练在积极的进行备战 建设S8目标便是他梦寐以求的冠军 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尊重 但是在场上是实力书化的地方 我想场长并不是不想去 而是知道自己的情况 只想稳稳的进行S8的决赛 去夺得自己的冠军 实现自己的梦想 做人如饮水 冷暖自知 他现在只想实现梦想 证明自己的实力 好